糟糕的就业数据和不断攀升的确诊人数 令美股市场在周四承压下跌 道指和标普百跌幅均超过1.2% 纳指更是下跌2.29% 美国劳工部报告称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救济金的人数为141.6万人 高于预期的130万人 创三周新高 也是近四个月来首次上升 表明由于新冠肺炎病例再度增加和需求低迷 劳动力市场正在停滞 美国昨日新增病例68377例 昨日死亡病例1103例 第二波疫情从6月初开始卷土重来 令企业复工经济复苏蒙上一层阴影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的意外走高 给了市场当头一棒 一棒子将投资人打醒 经济复苏原来没那么快到来 于是资金纷纷离场 几周前还是市场最受热捧的大型科技股纷纷走低 投资者还在紧张的关注 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疫情纾困刺激措施谈判 每周600美金的失业补助将于本月底到期 经济学家警告称 如果不能像捉襟见肘的消费者提供财政刺激这根救命稻草 那么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会受到威胁 分析人士希望谈判各方能在失业救济金上达成妥协 美国财长姆努钦今日表示 可能还会有第五份冠状病毒救助法案 各股方面 昨日盘后特斯拉公布了喜人的第二季度财报 净利润1.04亿美元为首次连续四个季度录得盈利 盘后涨超7% 然而今日大盘集体承压 特斯拉也未能幸免 跌幅达到4.98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